我只花了不到500块 就做出了超方便的智能衣柜 事情是这样的 为了足够更好的体验感呢 我打算在这里做个衣柜 但是你们懂得 我是个抠嗽的 不能再抠嗽的包子婆 所以我打算用最便宜的材料 石膏板和木龙骨造一个衣柜出来 尺寸我定的是1米5成60 离门口稍微点距离 更有呼吸感 但我毕竟不是个木工 龙骨的固定还是有点难倒了 我生怕它不结实 但做都做了 咱也是真努力了 框架肯定是能搭出来 结不结实就靠命了 但也不能全靠命 万一它若不军风 一碰就倒 租客不得揍我钱啊 三脚结构自己稳定了 我多给它来两个 于是乎出现了奇怪的事情 上面是结实的 但是下面因为无法固定地面 还摇摇晃晃的 我1000多买的地板啊 只能忍痛牺牲你了 这衣柜的 这辈子汗死的那个地方 但没想到我就一通胡乱固定 弄得还挺结实的 特别结实 接下来就是上石膏板了 有了它就会更更更牢固一点 咱们就是说 别看这衣柜不大 要用的板子和不少 两张都不够使的 还是我又去了 看建材市场 买了第三块才刚好够用 全做完累得 我脑壳都在发疯了 严丝合放 板板正正 和一个成熟的木工 没啥两样吧 不过虽然咱累得够呛 这逆子 你也得刮得平平整整 一丝不够 晾干一宿的打磨打磨 就可以刷漆了 太感人了 历尽千辛万苦 马上就能看到成果了 挂一区就用这个 顶天立地衣架搞定 再加上个电动窗帘轨道 这也太成功了吧 这说出去谁会信使 一个花季少女做的衣柜啊 买丝 打磨炸